我正在讲全世界最重要的一通电话 不是 真的 改变你一生的就是这通 你的幸福与未来都要看它 我想你知道我讲的是哪种电话 对吧 然后正兴奋又分心的时候 我进了电梯 故事就这么结束了 我是说为什么 人类上过太空 发明过抗生素 你还可以用手表跟朋友聊天 可是一旦电梯门关上 花招再多的手机都得投降 但最糟的是 我们完全没办法 看看你手上的手机 你很有可能不记得 自己以前没有这个小东西 是怎么样活下来的 不过是什么魔法让它可以用呢 简单的来说 你的手机就像双向无线电 里面有接收器用来接受讯号 以及无线电发射机用来传送讯号 现在想象一下 你在跟朋友讲重要的电话 当你在讲最近生活大小事的时候 你那个聪明的小设备很忙碌 把你的声音转换成一系列的电子讯号 你的手机用无线电发射机 透过无线电波 把这些讯号传到距离最近的基地台 然后重复这个程序 不过是反向的 基地台开始传送无线电波到另一个基地台 直到你的数位编码语音到达朋友的手机为止 最后呢 他们的设备把收到的无线电波 先转换成电子讯号 再变成你的声音 跟你朋友说 你最近的约会怎么没有按照计划进行呢 但我们先回到那个讨厌的电梯 以及他怎么把最棒的对话都破坏掉吧 想想看哦 这个现象呢 有个完全合乎逻辑的解释 我不知道想要吓唬你还是什么的 但由于电梯呢 是由厚金属板制成的盒子 里面还塞了个电子设备 这个盒子 在狭窄的水泥通道中 穿行于砖造或石造的建筑物各个楼层之间 多数案例中 无线电波会轻易穿透所有类型的物质 但是大型石心的东西 像是石头啊 或是金属啊 可能会把它挡下来 举例来说 如果你曾经在山区开车 你可能会注意过 手机的讯号会消失 然后再度出现 这种神秘事件有个简单的解释 如果你的手机和最近的基地台之间 有断崖或者山 它就会轻易地 让无线电波到不了你的手机 听起来就像这样 您所拨的电话无回应 或是不在服务范围中 我最讨厌听到的就是这个 你在电梯里面的时候 就是类似的状况 从你朋友的手机传来的无线电波 奋力地想要抵达你的手机 但是他们遇到了无法穿透的障碍 我们来看看啊 一个不让无线电讯号进出的金属箱 一个建造在水泥中的狭窄通道 还有 以钢筋强化过四周环绕了许多建筑物的楼板以及墙壁 这表示有许多层实心材质 挡在你的手机和完美的讯号之间 这些啊就是可怜的无线电波 为什么无法在你搭乘电梯的时候 传递到你的设备上的原因了 但我们想象一下 有个超级强而有力的基地台 可以把讯号传到你的手机 还卡在电梯里面哦 幸福的结局 我幸的是差远了 你心爱设备上的发射机实在很弱 其讯号无法突破金属电梯车厢的壁面 更别说所有这些钢筋水泥层了 我承认 这样听起来我的电梯对话前景可不太光明 但至少我了解理由接受事实了嘛 但你有注意过自己的手机 在进入特定的超市时拒绝乖乖运作吗 即便有些流言广传 但这不是因为店家要防止你上网找更好的价格 真的吗 谁会这样啊 光就这一点来说 故意阻挡手机讯号在美国是违法的哦 另外 有许多超市里面有着完美的手机讯号 但多数的商业大楼 购物中心或者大卖厂是钢古建筑 覆盖着铝制屋顶 还有水泥灌浆的墙壁 就像电梯 这样的结构要不是阻止讯号传到你的手机 不然就是让讯号严重弱化 那暂且说 有个基地台离店家很近 有办法让无线电波穿过这些水泥墙 传到你的手机 但又来了 回到电梯的情形 就算你的手机收得到讯号 它的发射机和电池都太弱 无法建立双向连接 有些店家安装迷你手机天线 比老派的家用路由器大没多少 即便你在这个巨大的钢筋水泥牢笼中 这也能帮你收到讯号 显然不是所有的商家都会这么做 但这对生意可能会比较好 就数据上面来说 你在超市里面越是盯着智慧型手机荧幕 你就会花越多钱 而且可能会多达41% 这只是顺带一提了 反正电梯和超市都是坚实的盒子 讯号冲不破 但若我跟你说 我的手机常常让我失望 像是在大型的演唱会 会议 还是体育活动里面的时候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那就在下面留言区里面 赞声一下 现在想象自己在体育场 很多人在旁边加油 气氛非常的热络 你显然不会是唯一一个 急于跟不能来的人分享笔分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你的手机 必须跟上千只其他人的手机竞争 要最近的天线注意到它 这些负载过重的手机网络 就会出现极大的压力 因为大家不只是用电话和简讯 还有相片 及影片分享软体 这些资料量很大 这种最让人抓狂的就是 你在手机上面看到 明明就是满格 跟你说有讯号 但你的设备就是无法正常运作 这样可能会令人困惑 但事实就是 你的手机知道网络在这儿没错 而且网络可以用 然而与此同时 它就是连不上去 在讯号栏旁边缺席的4G Plus符号 可能是让你了解 自己为何无法联络上朋友的 唯一线索了 好消息是 手机网络在处理这些 塞车的挑战上越来越厉害了 从另一方面来说 大家手机也越用越多了 那表示 讯号塞车也会增加 这就是手机公司为什么要建造基地台 而且在大型演唱会场馆 以及运动场增加并升级天线的原因 而且他们还安装小基地 这些设备看起来像盒子 而且讯号不像基地台那么远 不过在极端的情况下 小基地可以协助基地台 在拥挤的地方提升一下讯号哦 但是在这些改变完成之前 你依旧要自行面对这些状况 手机公司声称老方法仍然有效 所以请你把手机举得高高的 继续走来走去寻找讯号 现在请摇摇手臂 学鸭子叫 哎 等一下 最后面这个是玩笑话了 还有啊 请请记 讯息通常比电话更容易传出去 所以如果状况无可救药的时候 最好你传简讯比较快 哎 以前呢 事情容易得多嘛 哎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请帮我们这部影片点个赞 并且跟你的朋友分享 这些是我觉得你会喜欢的一些影片 只要选左边或右边即可 请记得 持续锁定在我们亮生活频道哦